好的 谢谢您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星期五在北京秘密召开年度会议 讨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以及胡锦涛主席第二个任期届满后的接班人问题 预计几百名全国和省级官员将讨论2011年开始的下一个国家五年计划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说 会议的最主要议题将是制定一个改善民生和增加国内消费的经济计划 这次会议为期四天 与会代表预计还将批准国家主席胡锦涛 以及总理温家宝的继任人选 胡锦涛定于2013年卸任